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场新的太空竞赛已经开始 在今后几十年里 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 甚至一些大公司都计划发射宇宙飞船去探寻月球 他们将探索月球表面 检测月球表面震动情况 研究从月球核心散发出的热流 探寻月球是否存在地下水 他们的使命是找到地球以外 可以永久生存的星球 马上登场的是一个名为 月球勘测轨道器和月球陨坑观测 与摇杆卫星L-Cross的项目 科学家试图让一个飞行器撞击月球表面 并用另一个飞行器收集碎片 将分析的数据送回地球 从前只有政府机构可以将火箭发射到太空 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 现在世界各国计划向月球发射火箭 而且大量的私人公司企业也参与其中 企业投资并不是为了科学探索 他们看到了里面的商机 他们有的可以将个人发送到太空中 发展太空旅游 有的商家想开发太空资源 比如能源 原材料 超过三十个机器人小组在角逐谷歌月球大赛的冠军 奖金是三千万美元 这个比赛旨在发掘和培养月球探险者 这个活动的灵感来源于奥太阁奖 八十年前 此奖获得者查尔斯·林德伯格飞越了大西洋 此举奠定了民航的基础 这个奖项的赞助商也希望在太空业续写这个神话 对于很多人来说 月球探索是实现太空探索这个伟大壮举的第一步 那便是将人类送上月球 并在太空中永久地生活和工作 在宇宙太空站里 人们也在为此做准备 在那里 宇航员们正在培养一种全新的生活习惯 他们需要完成日常体能训练 并摄取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这样肌肉和骨骼在失重状态下才不会萎缩 同样重要的是 研发出可以保证清洁空气和水的技术 抵挡太空辐射的技术 建造一个可以适应任何恶劣条件 可供人们工作和探索的空间站 早在400年前 月球就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加利略听说荷兰的眼镜商们发明了一种新仪器 透过这种仪器看遥远的物体 仿佛近在咫尺 加利略是第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科学家 他认为这种新仪器能帮助人类解决一个困扰多时的谜体 宇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人类又是怎样安身其中的 对于一些哲学家来说 月球是完美的代名词 它如同水晶般明亮而神圣 与地球的不完美大相径庭 在望远镜的帮助下 加利略看到的月球更加亲切真实 他看到了月球上的山巒和沟骨 和地球上的十分相似 在冷战时代 人类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以彰显信心 许多人认为 这将推动人类登陆火星的脚步 甚至直接进入太空居住时代 但在地球所面临的各种变化与挑战面前 这些目标都显得过于宏大 1959年 由美国和前苏联发射的第一台探测器登月 旨在拍摄特写照片 得出直观的数据 通过研究采集回来的岩石样本 证实了一个惊天理论 月球和地球表面的组成成分 其实是极其相似的 为了证实这些发现 天文学家们发明了一双千里眼 哈勃太空望远镜 用来更好地勘探月球 这个能看到一百亿光年之外的 星系的望远镜 能告诉我们什么 毕竟看到的物体 我们摸不到 从轨道上的位置 哈勃望远镜可以读到 被地球大气所阻挡的紫外线 通过哈勃光谱仪 分析月球表面反着的光 天文学家们试图寻找一块 特定严实的指纹 它们第一个目标就是 两次阿波罗任务的着陆点 通过分析着陆点的岩石样本 它们找到了一种 类似玻璃的钛铁矿 这种矿石富含大量的氧元素 但是除了氧 另一个组成水的重要元素 氢 又是怎么样的状况 1998年 月球勘探计划组 披露了一系列 已勘探到的元素 其中有一个元素 吸引了科学家的关注 数据显示 月球两极分布着大量的氢元素 如果这预示着附近有水 那么这意味着月球地表之下 蕴藏着成千上万吨的冰 科学家们推测 地表下蕴藏着的冰 足够人类在月球上安家生活 水不可能存在于空阔的平原 或者山脚下 最易找到水源的地方 就是两极 火山口内部或者边缘处 那里几乎没有日照 大名鼎鼎的沙克尔顿火山口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因一位虚构的南极科考队员 沙克尔顿而得名 如果这种地方真的存在冰 应该是撞击形成火山口的小行星 或者彗星带来的水源形成的 也可能是由远处撞击产生的蒸汽 凝结而成 一些人认为过去的探月行动 只是草草地勘探了月球表面 最近启动了一项名为L Cross的项目 将打破这个局面 改写历史 当L Cross靠近月球时 其上半部分会分离 自由降落 它的勘探目标是 位于月球南极的 宽九万七千米的 卡比厄斯陨池坑 后半部分紧随其后 它装扎了红外线电池 和可见光波照相机 在前段撞击陨池坑几秒后 牵引着的后半部分 检测到一些微薄的水雾 这些水雾中含有一氧化碳 氨气 甲烷等多种物质 结果显示 火山地中含有5.6%的冰 含水量比地球上的一些地方 还要高 这些水很可能是在上古时期 由于彗星的撞击而形成的 还有一种解释说 这些水正是近期 阿波罗号宇航员采集到的岩石形成的 这些岩石样本上有一些玻璃状的颗粒 这些都是由月球火山中融化的矿物形成的 用新技术来分析这些阿波罗样本 一些科学小组发现了一些氢氧激化合物 化学室是OH 但只存在一个氢根 这就意味着 月球存在水的可能性更大了一些 我们之所以看不到水 是因为这些水深藏在地表之下 科学家推测 其蕴含的水足够形成一片一米高的汪洋 覆盖整个月球 这个消息对于那些希望在月球安家的探索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样他们便可以有条件去探索更多的奥秘 寻找太阳系之外的行星 已成为一股持续不退的高热 在人们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大约五百颗行星之后 终极行星猎手 开普勒天文望远镜的出现 迅速掀起了一场数据喊笑 人类对星星系的展望中 包括两百多个星星系 和五十八个适宜于生命存在的星球 它们就闪烁在我们头顶 那块巴掌大小的天空里 正是如此 它们在行星密布的银河系中 只能算冰山一角而已 科学家正在设想 这些星球有着怎样的大气条件 海洋环境和地质演化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开始重新定义一颗行星 孕育生命所需要的条件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随着行星数据库的扩大 天文学家开始重新定义 生命孕育的条件 行星格利斯581G 能否成为另一颗 乘在生命的灵珠 晴朗的夜晚 远离城市五光十色的灯火 已能用肉眼分辨出大约 两千多颗恒星 而它们仅仅是庞大银河系中 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即使有了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大多数星星在我们看来 也只能算是一些光线和亮点 对解答我们在探索之旅中 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 毫无帮助 哈巴汉的宇宙中 是否还存在着像我们一样的世界 或者说地球注定 只是这个荒芜的宇宙中的 一块孤独的绿洲 截至目前 在寻找行星的过程中 我们尚未发现过 任何与太阳系相似的星系 而天文学家们 则窥见了一个 多姿多彩的行星乐园 在那里 巨大的行星 沿着宽阔的轨道 绕母星运行 其他一些相距太近的行星 在身后留下了 像彗星一样的尾巴 还有炽热的岩石行星 表面点缀着熔岩的海洋 这一切发现 都让恒星诞生过程中 如何形成恒星系的理论 更加复杂 当尘埃和气体盘旋 掉入一颗新的恒星时 它们就形成了一个圆行星盘 在这个非盘杆的结构里 大行星在引力的作用下 不断吸附它扫过的小天体 于是 它们的体积 越变越大 现今的理论认为 在太阳系外围形成的大行星 普遍会向中心迁移 这也解释了热木星 会沿着极尽的轨道 绕着它们的母星运行 这一观测结果 但这些大行星 可能会扫兴在恒星周围 形成的小星岩石行星 从而制造一片行星沙漠 而那里原本是我们希望 发现生命的地方 我们姑且把它称为 宜居带吧 这是否说明 寻找另一个地球的行动 只是竹篮打水呢 为了证实这一点 一群行星猎手 用夏威夷的凯克望远镜 观察了距地球 80光年以内的 166颗类太阳恒星 五年中 它们在寻找 可能由行星引力拖叶 造成的恒星亮度的 微小摆动 它们发现 100颗恒星中 仅有一两颗恒星 有一颗与木星大小 相当的行星 仅有6颗恒星 有一颗与海王星大小 类似的行星 出乎它们意料的是 12颗恒星 都有巨大的 被称为超级地球的 岩石行星 以此类推 四分之一的 类太阳恒星 都有和地球大小相仿的行星 这是开普勒天文望远镜 它于2009年3月发射升空 开始了寻找 类地行星的旅程 天文学家 将它的相机 对准了 银河系 列户壁 一块紧占天空 0.4% 面积的区域 开普勒天文望远镜 灵敏的探测仪 能感应到 航星光线中 最细微的 明暗变化 以此推断出 前方是否有 行星经过 在2009年 以此为期 四个月的观测中 它采集了地球周围 3000光年以内 15万颗恒星的光线数据 结果显示 至少有一处行星沙漠 并不是一片四季 恒星开普勒十一 是一颗类似太阳的黄埃星 它有至少五颗 巨母星 比水星巨太阳 还要近的行星 还有一颗巨母星 比金星巨太阳近的行星 可能它还有一些 轨道更远的行星 不过这要在 有关远轨道的 观测数据完成后 才能证实 总之 开普勒天文望远镜 在宜居带里 共发现了 58颗行星 尽管它们 大多是巨大的 气体行星 但谁又能肯定 其中一些行星的卫星上 没有液滩水呢 潘多拉就是一个例子 随着行星数据库的扩大 天文学家开始重新定义 生命运域的条件 理想情况下 人们终有一天会发现一颗 和地球大小相仿的行星 上面有海洋 大气 有一颗使它的轨道 稳定的卫星 还有稳定的磁场 保护它免遭太阳风的侵袭 这颗行星上生活着 向太空发射电视信号的生物 已昭示自己的存在 在那之前 寻找生命 仍需依靠被忽略已久的 恒星分级 M型恒星 也就是红矮星 它的质量是 太阳的二十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银河系中76%的恒星 都是由它们构成 最著名的一颗红矮星 在天秤座的南部 距地球仅二十光年 它就是格利斯581 一个由法国和瑞士天文学家 组成的小组 正在用智利山上的天文望远镜 研究它的光线变化 它们注意到一个细微的波动 这是行星的引力造成的 它们根据光速 推断出格利斯581b的存在 这颗行星的质量相当于地球的16倍 距母星仅有600万公里 非常炽热 天文学家接着又发现了581c 它的轨道周长为1100万公里 同样很热 然后是581d 距母星约为3300万公里 它处于恒星移居带的外围 从母星那里接收的光 仅相当于地球从太阳接收到的30% 它的位置与火星在太阳气中相似 而火星表面的平均温度 约为零下59摄氏度 天文学家认为 581d是一颗冰冻星球 它是从星系之外迁移到里面的 寻找外星智慧生命 对大多数人来说 也许显得很疯狂 但对主动搜寻外星生命 这个组织来说并非如此 为了尽早与外星智慧生命取得联系 英国社交网站拜博网 与俄罗斯一位射电天文学家合作 用乌克兰境内的一台发射器 向格利斯581发射了500条信息 另一个组织 利用澳大利亚铁宾比拉的太空通讯中心 发射了25000条信息 这并不是星际垃圾邮件 信息的内容有 想象无限 我们为和平而来 大胆梦想等 这些信息需要20年才能抵达目的地 再过20年 地球才能收到外星人的回应 红矮星又被称为火焰星 因为它们的表面会聚烈地喷发火焰 1985年 红矮星狮子AD出现爆发 其程度比最厉害的太阳爆发 还要剧烈1000倍 为了研究爆发现象 对近轨道行星产生的影响 科学家模拟了这次爆发 结果发现 恒星的紫外线辐射 会使行星大气中的氧分子分裂 形成臭氧 保护行星免遭伤害 这一结果促使科学家重新思考 宜居带的定义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我们到底能否在太阳系外发现一具行星 浩瀚的宇宙中 是否还存在着像我们一样的世界 大气中的宇宙中 最厉害的宇宙中 最厉害的宇宙中 我们现在知道地球是一居住 不仅仅因为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 星星离太阳比地球近4100万公里 但它的上空覆盖着厚厚一层云 因此它的表面接收到的太阳能 比地球少百分之三十 尽管如此 它的表面温度却高达495摄氏度 这是因为星星那稠密的大气层中 有百分之九十都是二氧化碳 这种阻碍热量散发的温室气体 地球还有另外一个调节机制 当阳光从地表反射出去 水蒸气和云滴吸收光线中部分红外线的能量 并将能量转移到大气中 从这张卫星照片中可以看到 热量正在向外散发 热带地区散发的热量最多 因为那里地表温度高 且天空少云 美国航天局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道称 如果水蒸气是唯一的温室气体 温度将急剧下降 地球也将成为一个冰冻星球 地球需要一个恒温器或一个温度控制旋钮 来维持气候稳定 尽管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仅占百分之零点零三八 它也能吸收足够的热量 维持全球气温 保证大气中的水蒸气含量 但二氧化碳平衡机制并不是像附赠礼物一样 和地球同时出现的 在地球的幼年时期 地核散发出巨大热量 引发剧烈的火山喷发 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化学物 最终部分二氧化碳在与锅酸盐、岩石和水的分化环境中 在海中被消耗并被冲进大海 这时另一个关键因素发挥了作用 在海底的水热喷口边缘 有机分子产生了原始生命形态 这就是原核生物细胞 另一些原始生命形态经过进化 具备了在光合作用中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氧气的功能 是否具备大气碳循环能力 可能是判断一颗太阳系外行星 能否称为内地行星的最高标准 迄今为止 我们认为最接近这一标准的行星 可能是格利斯581G 尽管仍有争议 但初步推测显示 它的质量为地球的三到四倍 如果以温度来定义移居带 它正好位于恒星的移居带上 在这个遥远的恒星系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是否又雕刻了另一颗 能够承载生命的明珠 格利斯581太过暗淡 它的移居带范围 仅有水星的轨道截面那么宽 如果移居带里有行星存在 那么它将被恒星的引力牢牢锁住 也就是说581G不能自转 它的一面永远朝向母星 宇宙中行星的自转速度或自转与否 是从诞生那一刻就已经决定的 比如在宇宙诞生的早期 无数小星系被引力转到一起 形成我们的银河系 银河系的自转 是由星系内所有恒星和气体的运动方向和质量决定的 银河系的中央 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每17分钟自转一次 这是从黑洞世界中要般爆发的时间得知的 新恒星的最高自转速度为每秒1122转 这是由它的射电辐射时间决定的 就像滑冰者在冰上旋转 每当收回双臂 它就转得更快 在太阳系中 如果从行星的北极上空向下复视 你会发现它们大多沿逆时针方向自转 少数的例外 如天王星 以每转17小时的速度 沿顺时针方向自转 金星则以每转243个地球日的速度 缓慢的顺时针自转 想象一颗被锁定的行星 如同假设地球停止了 以每圈23小时56分钟的速度自转一样 地球的质量约为60亿兆吨 每小时延迟到自转1600多公里 若要让它停止自转 需要一色猛烈的行星撞击 其长度足以影响到天王星和金星的正常运行 当尘埃落地 你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在向阳的一面 你会发现天空中太阳的位置永远不改变 没有昼夜更迭 地球上也就没有了维持海洋和大气循环的温差 传统观点认为 在背光面 水都是以冰雪的方式存在 并且永不融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美国航天局的研究改变了这一观点 科学家们模拟了不自转行星上的大气条件 发现由于风的流动模式 热量会被带到背光面 宇宙的直径有多大 空间的概念又是什么 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 宇宙探秘第六集 宇宙究竟有多大 为了证明这一结论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利用一台预测气候的超级计算机 建立了一个地球停止自转的模型 研究小组将日下点 也就是正对太阳的区域 设置在南美沿海 测试图展示了一个新模式 由于向阳面的蒸发作用 那些在风暴中升起 并向两极跌进的空气被送到了背光面 在这种气流绕两极流动的模式下 阿拉斯加中年如下 背光面的欧洲 亚洲 非洲大陆 则变得寒冷 值得注意的是 在模型模拟的五十年前 海洋中依然有足够的热量来保持海水不解冰 而在向阳面 西半球的大片土地变得干旱 逐渐沦为沙漠 但如果选择在日下点露营 你会发现那里的气候炎热多雨 和夏威夷的烤爱岛很相像 烤爱岛的最高点是怀俄莱阿莱山 在夏威夷中是涟漪水的意思 它是世界上降雨最多的地方 它的最高峰连圈降水量为十一米 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能适应中年阳光呢 植物靠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 将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生长变区的糖分 它们利用昼夜循环最大化的进行光合作用 调整生长速度 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但在两极地区 一些植物会在急救时期飞快生长 因此如果没有黑夜 生命也有可能会适应 但它的适应能力来自数亿年的进化过程 而且是在一个多样化的生物圈 规律的日夜交替和温度适宜的环境中进行 问题是在一颗不自转的行星上 植物和动物是否从一开始就能进化呢 格丽丝581G 还有一线希望孕育生命 将向光面和背光面的温度综合起来平均计算 它的表面温度在零下12摄氏度到零下31摄氏度之间 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正在研究这颗行星上诞生生命的可能性 前提是在有充足的水和二氧化碳的情况下 这是最乐观的一种假设 它被称为眼珠地球 在日夏点开阔的海面四周环绕着冰层 关键是要将冰层保持在海湾 以免它阻断海面和空气的热交换 陆地的出现会打破平衡 因为日夏点大量的风化作用 会过多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以致将这颗星球变成冰球 来自遥远地球上的探险家 无疑会想到冰层和开阔水面之间的过渡区 如果那里有陆地 生命就有可能在沿海栖息地成长起来 甚至可能从海洋迁徙到陆地 格利斯581纪和其他不自转的行星 与地球完全不同 但它们却有着时间上的优势 我们的太阳诞生于五十亿年前 再过几十亿年 它将开始衰竭 相比之下 红矮星可以稳定燃烧数百亿 甚至数千亿年 假如格利斯581纪能孕育生命 并庇护它们进化到更高级的形态 它终将等到得见天日的那一天 既然我们知道银河系里固满了行星 那就理应更加努力地去寻找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收入到某个重要的化学元素 甚至接收到白色外太空的讯息 对有些人来说 这个消息可能是无足轻重的 但对另一几人来说 终于知道我们的世界 在茫茫宇宙中并不孤单 它们心中该充满了怎样的敬畏和惊奇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